赵老师好 谢校长好 我叫郑心悦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 来自外交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作为就是学英语的同学 我之前也有在美国学习过一段时间 在上一些关于国际议题的课程的时候 他们也会对中国提出一些 不太正确的想法 我也想问谢校长 在这么多次的 国内外的宣讲的过程中 有没有遭到一些质疑 或者是一些挑衅 过去这些年可以说 我参加国际交往的活动很多 我明显地感觉到 有些西方人当然也不是全部 有一种偏见 偏见 有一种西方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甚至有一种西方的迷信 比如说我们说起现代化来 西方是率先实现现现代化 所以在他们看来 你只要想实现现现代化 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谁 包括中国都应该照着他们学 否则你就实现不了现代化 那么我跟他们交往 就要把中国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 跟他们讲清楚 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以说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 在民主问题上 在很多问题上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甚至全世界做得最好了 但是我们说的还不够好 比如说扶贫 我做的就是比你好比你快 比如说民主 也不仅仅就是你那种方式 你那种方式 多党制 议会制 我们新海革命之后搞过 搞得极不成功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后来 绝不再搞那种花样的所谓民主了 再比如说现代化 总书记概括出来中国现代化的设计 总书记讲 我们创造了中国现代化新道路 我们这个新道路 跟你这个道路就是不一样 到底哪种道路更好 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 发展的国家的人 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谢谢邪校长 谢谢萨老师